美国灵乐之父的传奇人生 雷查尔斯 黑人盲人音乐家 爵士乐和摇滚乐的灵魂人物 执着坚强 可要好色 也不能掩盖他无与伦比的天赋 在佛罗里达州北部 雷骗过售票员 搭上去往西雅图的车 在西雅图 雷进入一家酒吧 做钢琴手 雷的钢琴能够打动人心 他所在的乐队越来越红 但是酒吧老板娘和雷的伙伴 都在剥削他的收入 在发现真相后 雷发飙离开了 雷到了洛杉矶 加入了乐队参加巡演 他时常受到排挤 其他人都不愿意照顾他 他时常会幻想 摸到水和小孩的尸体 原来小时候 雷的弟弟不小心溺死了 雷当时就站在旁边 但惊呆了的他没有救弟弟 弟弟的葬礼后 雷逐渐变瞎了 雷无法从弟弟死亡的阴影中走出 他开始注射海洛因 雷有了名气之后 依然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又一次被人骗前后 雷跟人干了一架 选择走人 他加入了大西洋唱片公司 开始 经纪人觉得雷的音乐没有特色 但在经纪人的情侣下 极具天赋的雷 很快有了自己的风格 他的歌曲开始热卖 通过一次电台采访 雷和一个乐队的主唱 戴拉币认识了 两人吃过一次饭后 就上了床 还很快就结婚了 爱情让雷产生了灵感 他创新性地把节奏拦掉 和福音联系在一起 一次 戴拉币发现雷在吸毒 两人吵了一架 雷不肯戒毒 他找了一个女歌手来伴唱 这个女歌手成了雷的小三 雷在音乐上的创新不断 他找来的三个女歌手录了新歌 歌曲又轰面天球 其中 一个女歌手又成为了雷的小四 小四跟雷一起吸毒 一次演出中 雷的毒瘾爆发了 经纪人很担心 但雷仍不以为然 一天 在酒店里跟小四私混之后 小四告诉雷 他怀孕了 雷却要他把孩子打掉 小四非常失望 毅然单飞 雷在聚乔治亚州表演时 碰见种族歧视的抗议者 在抗议者的窜说下 雷决定放弃表演 从此 雷成为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勇士 一次 雷在酒店中注射海洛因时 被警察逮捕了 但在公司的阻止下 雷没有坐牢 他继续创作 他的乡圈音乐 再次回遍全世界 但是雷又一次被警察收到毒品 这次 他面临着坐牢的危险 妻子告诉雷 如果他坐牢 就不能再创作音乐了 于是 雷终于下决心 戒毒 在戒毒时 他想起了弟弟 雷一直对他没有救弟弟的事 存有心理阴影 在一次梦中 雷看见了妈妈和乔治 在两人的说服中 雷放下了心结 后来 雷成为了一代音乐巨匠 他再也没有碰过毒品 还做了许多死伤工作 《灵魂歌王》 是由泰勒 泰勒斯坦指导 杰米·弗克斯 凯利·华盛顿 雷吉·纳哈基 联合主演的传记音乐片 该片讲述了 美国爵士乐 及摇滚乐歌手 雷查尔斯 一生辉煌的传奇故事 曾提名 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 和最佳影片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